在賣場買了泡麵之後 好想要趕快就吃到 這個時候不用趕著衝回家 因為如今在賣場 現在也推出了代客煮麵服務 各種泡麵任選 拿了再交給工作人員 立刻在賣場開煮 一份30元付雞蛋 青菜 還能加料更澎湃 像是起司 火腿 豬肉等 統統有 沒用10元 就連在賣場生鮮區 買的冷凍水餃 加20元代煮費 也能現買現吃 對一些比較平常 不太愛煮飯的人有吸引力 但是一般家庭主婦 可能就覺得好像 沒有那麼大的特別的地方 覺得滿有吸引力的 因為現在加個起司雞蛋 可能都不止30了 其實它也可以帶動 我們整個生鮮的一個銷量 讓我們在整體預計下 目前為止 它的業績已經有提升 至少到一層左右了 另一頭就連超商 也有隱藏服務 兩超商想取零元包裹 如今沒有證件 也可以 所以只要點開超商 APP 秀出包裹條碼 給店員冰一下 就可以立刻取貨 許多民眾取貨 難免忘記帶證件 這時這隱藏功能就很有用 打開超商APP後 點選首頁的包裹 就能看到自己 等待取貨的貨品 再按顯示快速 取貨條碼 最後給店員刷一下 就能不帶證件 取零元包裹 另外連鎖日系零售也出招 在門市內設置 免費飲水機補水債 讓民眾在大熱天補充水分 而連鎖生活五金商場 則預計在2024年 全台門市導入咖啡機 來搶供市場 賣場超商紛紛寄出便利服務 舊派能吸引更多顧客上門 TVBS新聞 楊清潑劉一生 台北這麼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